如归家 已戀人 在營民發唱 發唱 彎星明月 在隻人家銀河 多笑心心醉 多尊重 圓伴飛橋 瓜情河 彎星明月 盡修人家銀河 多笑照照 某某萬千里 欲星尘封 瓜泛墜 2023大灣區電影音樂晚會播出 磁條港星營麻了 快速衝上熱搜 這場晚會內地藝人明顯被港星吊打 在大灣區實力唱江面前 內地藝人可以說是完敗 不過好在後面周深出場 確實給我們內宇大大的長臉了 周深用粵語歌演唱了彎 現場周深還是一如既往的吻 粵語發音也很標準 一看就是下了真功夫的 他一出口 那真是高下利劍 在真正的實力面前 所謂的音響根本不值得一提 之前被吐槽的音響 彷彿一下子被修好了 聲音清零 直擊心靈 彷彿一下子被修好 彷彿一下子為你 彿一下子為你 要搞到心靈 永遠人 再見能發唱 發唱 萬星 明月 再寂人間 任何 都笑聲聲聲最多尊重 雲盆飛翹不善火 萬星 明月 墳修人間 任何 多笑 朝著 夢露萬千里 玉星 長方 掛飯吹 這首歌曲彷彿遠處駛來的一隻小船 船槳輕輕地撫碎 零零的月光 它站在船頭輕聲歌唱 歌聲裡有瞄不完的錦秀 樹不完的香愁 歌聲溫柔淺泉 卻似有魔力般 讓人心曠神疑 甚至是有流淚的衝動 太好聽了 耳朵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在大腕前被雲集 流量明星扎堆的大腕會 仍能夠脫穎而出 專業修音響這詞條 也是路人給予的肯定了 周深的歌唱實力在內宇幾乎已經被官方認定了 這些年不知道有多少的電視劇 電影 都是周深唱的OST 在各種音樂節當中 它的實力和成績總是那麼亮眼 關鍵是微博帶上了熱搜話題 周深修音響第一人 在聯想另一個熱搜 港星贏得很徹底 打了多少內宇人的臉 粉絲卻在尬吹 到處找原因 說設備不行等 這是央視總台製作播出的節目 在央視 鳳凰衛視等眾多的衛視播出 設備怎麼可能有問題 周深的演唱讓這些原因顯得那麼可笑 人民日報發了三條微博 兩條是周深演唱的彎 中國日報也是如此 中國戰略支持只有一條微博 也是周深演唱的彎 電影頻道說 周深的颱風是一如既往的吻 果然沒有什麼歌是周深不能駕馭的 這也是六公主 魅蜂大場合幾乎都要點名周深的原因吧 周深現在在內宇歌手這一行屬於是佼佼者 不管是綜藝還是主流電視台 他都是大家的第一首選 列歌手名單的時候絕對都有他的名字 而且目前看來好像沒有什麼樣的風格 都沒能限制住他 跟他合作過的人好像都非常的滿意 畢竟誰不願意跟一個好相處又有絕對實力的人合作呢 周深從18號開始連軸轉各種重要舞台唱現場 仍然常常發揮穩定 這不是實力是什麼呢 周深真的很棒 其實周深 劉雨寧 阿雲嘎 張亮寅等都唱得不錯 但畢竟是極少數 兩個熱搜放在一起是有些心酸的 內宇到底怎麼了呢 我選擇是膽小鬼 因為我覺得跟自己的性格會比較像吧 我覺得膽小鬼他很多時候應該算是 有一點點代表就是很多比較缺乏安全感的 這樣的一群人吧我覺得 然後我覺得就尤其像自己 然後我覺得膽小鬼也是個比較溫柔的一個選擇 就膽小鬼他可能會在自己的安全的一個區域 也不想去破壞別人的平衡 也不想破壞自己的平衡 然後就希望如果還有那個安全牌 就會一直打那個安全牌 但是後面隨著自己的一些應該算是這些經歷 我發現自己後面好像又變成了僱傭者 又突然自己失去了那個安全牌 後面只能夠去做最後一波吧 所以我覺得又是膽小鬼 然後又是僱傭者 我愛上天下 江州最愛是凡凡傷 愛在不怕看 愛在萬情上 不要中患對我跟他 我 Book 愛在萬情上 我愛在萬情上 夢想全球 我愛在萬情上 因為萬情不足 我愛在萬情上 碎幫你 我愛在萬情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